为了让民众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水里乡社区大学开办在水里国中校区内 让这些青壮年及银法族不但有课程学习的机会 也能够有重回校园的感觉 而社区大学的课程度源丰富 不但有社交舞、小提琴音乐、油画、书法等等不同类型的教学 也让在地的乡亲借由课程一同学习成长 校方表示 社区大学让民众有学习的机会 也营造出乐活的精神 我们水里分校主要的课程有包括健康、生态、观光还有休闲 那么我们主要是提供给我们水里地区 甚至还包括很多新一乡的乡民 总共约有300多位学生 那我们提供学生这样的课程 希望他们在晚上的时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那我们也希望营造社区意识 还有包括说对地方的回馈 营造我们水里地区的居民有一个健康深度的一个休闲的生活 然后打造一个健康的乡镇 因为陈淑慧对于社区教学推广的成果非常肯定 并表示政府近年来致力推广成人教育 不但能够提升国民素养 也充实民众的精神生活 这几年我们南投县政府非常重视成人教育 那成人教育就是借由我们社区大学的一个成立以及开放 那所有去上课的这些学员 对于说整个社区的一个课程篇摆 还有教师的一个教学 内容精神上都非常的肯定 因为社区大学的成立至今 让这些中壮年还有比较上年级的老人家 能够再有机会进入学校来做一个学习 这种学习不只让他们可以排遣他们的时间 更为让他们结交更多的朋友 议员说借由教学的课程不但能够学习到新的事物 也能够在互相交流中成长 并表示非常佩服社大的同学 能够有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 并祝福湘兴同学们学习愉快 借由在上课的当中学习更多的一个才艺 以及说对于社会上的一个观点 还有对于社会的领域的一个成长 我想这个都非常好的 但是我真的很佩服他们 这种学习精神都是值得赎惠来追求 学习的榜样 能够选择一个礼拜 四科五科每一天都到这边来上课 这就表示说他们对社区大学的一个肯定 让他们可以过足很充裕的一个晚上的生活 不用在家里面对的电视 所以祝福我们在社区大学上课的这些好朋友 能够愉快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 议员及校方都表示 无论是青壮年或是营法族 都应该保持乐观学习的精神 不但能够丰富精神领域 也能够拓展视野 让人生过得更快乐 民意新闻洪信平水里采访报导